就不乾淨 你看那個狗吃大便 吃得那麼香噴噴 它吃大便 吃到裡面 酥 長起了肉 於是我們吃狗肉也覺得香噴噴 我們吃狗肉香噴噴 跟這個狗吃大便的香噴噴 還有什麼差別呢 第三 你觀察 這些動物所住的地方不乾淨 它們常常就在大小便利裡面 在污泥浊水裡面打滾 是這樣的不乾淨 然後你要觀察 這些動物 它的浮中 五臟不乾淨 那種心臭 心臭的身體裡面 包滿的都是 屎啊尿啊血啊 龍啊這些東西 在你觀察這些動物死後不乾淨 這些動物腐爛的時候 跟死人有什麼差別啊 那你死人不敢吃 為什麼敢吃死豬 死狗 死羊啊 那尤其是你還在思維現在的肉 更可怕的是加了很多的激素 化學的東西 它的毒素很多 比如現在動物肉裡面有種瘦肉精 這都是毒藥啊 你吃過去對身體對心臟對視力都有影響的 現在的魚蝦你都是你看看在海裡面 江河湖泡裡面水都污染了 那這些魚蝦也就吃進了一些化工的東西 這些毒素又經過這些魚蝦的一種轉換 又放大了它的毒素 所以現代人為什麼疾病這麼多 怪病越來越多 越來越難以治療 就在於吃這些肉食裡面 已經是很多的毒素了 那些商人為了牟利 他的飼養廠還不像原來傳統社會 讓這些豬啊 牛啊 羊啊 還自由放牧 那種生態性的還好一點 現在是集中的一個大的工廠 然後這些雞啊 豬啊 羊啊 就圈養在一個很狹小的空間 有時候那個雞都相互擁擠在一起 你說它在一點生存的空間都沒有 那個雞下蛋的時候 他也有他的羞恥感 不希望當著眾人的面下蛋輔雞 但是不給他機會 就在那裡給他下蛋成什麼 他是這樣 所以他不開心 他情緒不好 然後他就分泌毒素 然後他們有一個自由的一個空間 那就給他注射一些一些極速 催掌他的他的標 比如原來可能十個月長成的東西 現在讓他三個月就長成 而且不讓他活動 那吃了那些牛奶啊什麼什麼 就讓他不活動 吃了睡 睡了吃 連出去走路都走不動 人類在吃這些東西啊 你不得病才怪呢 吃的都是毒素啊 所以現在真是素食才是健康的 這樣的一個食品啊 當然蔬菜裡面也可能會打點農藥什麼的 但畢竟你進一進水洗一洗 比你吃肉食裡面的要安全的多樣 尤其是現在屠宰根本就不講人道 他殺豬的時候他也不避開 實際上一個仁慈的做法 你殺豬要跟其他的豬分開 你當作所有的豬群來殺這個豬 那所有的豬一看自己同類被宰殺 他內心恐懼啊 害怕啊 怨恨啊 你看看 這個豬也很痛苦 然後他的怨恨所分明的更多的毒素 就在肉裡面 於是也就把這個憎恨的毒 吃到了人身上去 所以人吃的肉為什麼會有三高啊 血脂高 血糖高 什麼什麼高 那就是自己找死了 吃很多的這種東西 所以現在你看我們的生態問題 環境問題跟吃肉有很大的關係 比如你養殖業 其實對這個地球環境的這種污染 不亞於工業的污染 現在有統計這些養牛的 養牛的這些養殖 觸摸你 他就是牛放的屁 他的污染都比那個所有汽車的尾氣還要高 所以現在聯合國的農業組織為什麼提個口號 叫素食拯救地球 大家吃素 這個地球的環保就會乾淨很多 就不至於要屠殺那麼多的豬啊 牛啊 狗啊 羊啊 再加上從這個汁圓的這樣的一個節儉來看 那吃素就便宜的很多 因為你要用二十斤的穀物做飼料 才能形成一斤肉 這就意味著吃肉的人比素食的人 這個消耗資源要高達二十倍 那麼這個地球人口越來越多 那麼地球如果都能夠大家素食五辜雜糧 可能還能養活大部分人 如果大部分人去食肉 那就意味著有更多的人被這吃肉的人剝奪了 他應該有的那份糧食 然後處在飢餓狀態的人群會增大 這就貧富懸縮 那飢餓的人越來越多 他的怨恨 人類由於貧富的差異 你能吃肉 我連飯都吃不飽 這種怨恨就會加劇社會的不安 以及戰爭的一種產生 所以這個以平等的慈悲心 來推廣素食文化 在這個時代是非常重要的 這就是我們佛教文化能夠貢獻給人類 最幸福的一個重要的內容 然而我們看到我們中國大陸吃肉的人太多了 這個燕窩據說90%都是中國大陸的人被消費掉的 這跟我們奉行的那種哲學觀念也有關係 唯無論 斷滅見 對這個身體很看重 沒有眾生平等的觀念 你看我們到新加坡 馬來西亞這些國家看 人家素食店很多啊 新加坡 那麼小的一個壇丸之國 卻有兩千多家素食館 試問我們南京市這麼大的地方有多少素食館 我們在南昌市 有時很哀嘆 我常常對南 一個素食館都辦不下去 沒有人吃 於是辦素食館就會虧本 於是他就關門 這種殺業以後的後果將會非常慘動 所以我們作為佛弟子 我想大部分人都在素食 然後我們影響家人 影響朋友 影響有緣的人 我們一定要去推廣素食文化 能夠讓大家不吃肉 這就是不放之大放 放生 真正的放生 如果大家都吃肉 有這個吃肉的市場 那當然宰殺 捕撈種種的動物 那肯定就會越來越多 物種的滅絕也會加快速度 好 請看下面 舉步常看蟲蟻 這也是培養慈悲心 眾生平等的觀念 你走路的時候要觀察 腳下有不有昆蟲 有不有螞蟻 不要誤傷這些蟲蟻的生命 好 前面談到牛羊犬馬 世間的人或者還有一部分 會可憐這些動物 如果進一步說 你要愛惜這些昆蟲 螞蟻 大概就有很多人就會笑話 你這個人太愚蠢了 我們原來講那個東郭先生 走路都派踩著螞蟻 都作為一個笑料去談的 現在如果你真的是走路 都怕踩著螞蟻的話 那人家不是說你像東郭先生一樣 但實際上能夠住到這一點的人 很有智慧 你要思維到動物的形體有大小 但是它的覺性 那個性體可沒有大小 人有佛性 牛 羊 犬 馬也有佛性 昆蟲 螞蟻也有佛性 不爭不解 如果說大的動物 你殺掉它有罪 小的動物殺了無罪 那麼說人的身體雖然大 但是它還沒有牛大了 牛更大一點 那如果按照這種邏輯的話 殺人可能罪更小一點 殺牛罪更大 因為殺牛的身體比人大 所以不能用形體來判斷 那麼你到大海裡看那些鯊魚 特別是大鯨魚 如果說形體越大越不能殺 那天下至尊最貴的就是那些大魚了 所以文昌帝君談這個 就是要希望我們 冥冥大小形體的這種世俗之間 昆蟲 螞蟻也要像對待牛羊犬馬一樣 也要像對待人類一樣 有平等心 你抬手舉足都不要忘掉我們受辭的殺戒 那麼實際來說 我們一般的人舉足動步都是罪過 就以走路來說 特別是冬春天的時候 各種動物繁衍 各種昆蟲螞蟻都從冬眠裡面出來的時候 那我們誤傷的這些昆蟲螞蟻 這些生命不知有幾千萬萬人 所以在佛門的戒律裡面就有一個咒 叫行步不傷從以咒 這是簡單易行的 就是每天早上起來 起來你還沒穿鞋子 還沒下場的時候 先默念幾聲佛號 三聲或者十聲 然後有個諸詞 諸詞就是 從朝引膽直至暮 一切眾生自回復 若已足下物傷時 願如即時生淨土 你有個諸詞 從早上起來到晚上又上場 一切眾生自己注意 保護自己的生命了 如果我不小心足下物傷了你的生命 那就祈願你當下生淨土 這個祖願之後就念一個咒 念咒 安地利知利說婆赫 安地利知利說婆赫 念七遍 然後你就下床走 這樣就沒有誤傷的憂患 那麼這個咒不管是智人愚人 人人人都可以送 如果家裡的子弟在六七歲的時候 你就可以教他這個咒 讓他每天念 那麼堅持下去 他對動物 對眾生那種仁慈 仁愛慈悲的念頭 從小就培植起來了 這樣倒是對我們以後 修行種種的善業 尤其修淨土法門 都是很好的祝緣 好 這裡有一個人可復從的故事 《法句玉經》 看看佛陀的慈悲 這是談到腹界的問題 忍受乾咳 不淫 有從的水 佛在奇緣經社說法的時候 有兩位新界比丘從羅約奇國過來 想到奇環經社聽佛說法 這樣的道路很遠 來的時候又碰到乾旱 中路沒有水 殼得快接近死亡了 這時候偶爾碰到一個地穴 地穴有一點水 大概有一升多一點的水 但一看水中有些細蟲 那細蟲 比丘戒裡面是說 不能飲有蟲的水 肉眼看有蟲你不能飲 飲了你就傷害蟲 這就破戒了 那一個比丘說 哎呀 我們還是飲這個水吧 先救自己的命 然後可以見佛聽法 另外一個比丘說 不能飲這個水呀 這是破佛制的戒呀 把戒都破了 那就即便見佛又有什麼利益呢 所以這兩個人呢 兩個比丘意見分歧 就採取了不同的方式 一個比丘就飲了這個水 這就活下來了 繼續前往奇緣今生 另外一個比丘呢 為了復戒 就忍這個乾咳就死亡了 這一死 這個他的神石就生到了刀立天 生到刀立天 馬上知道自己從哪個地方來的 宿敏通來了 就知道原來是做比丘 父介人渴而生到刀立天的 他就到了天人呢 他就有感得自然的神通 他就拿著香花到奇緣今色來供養佛 來聽佛說法 好 那你看那個飲水的比丘呢 在途中經過了好幾天才到達奇緣今色 就哭泣著告訴他這次來奇緣今色很辛苦 佛陀就說我早已知道了你們的情況了 佛陀就指著旁邊那個天人說 這就是跟你同來的比丘 他已經先來了 你看 不奉承我的戒的人 雖能見我 我不見他 我不見你 因為破戒的人雖能在佛旁邊 也是不見佛 持戒的人雖能在遙遠的地方 都佛見他 所以持戒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佛們裡面常常要發一個誓 寧可守戒而死 寧可守戒而死 寧可守戒而生 常常有發生 這就是提升我們的持戒意識 把持戒的價值要放在超越肉體生命之上 那麼佛在戒律裡面還有很細微的附身的方法 比如這個空的水缸啊 木桶啊 這些之類裝水的器具 你要把它倒起來放 不能養著放 為什麼呢 就怕你積了這個水在水缸木桶裡面呢 這個積了水就會生那個蟲 水中就會生蟲 尤其是夏天 那你把這個有蟲的水你放棄 你去做其他事情就可能殺水中之蟲 所以就要把這個木桶啊 或者水缸 或者把它這個蟲底朝上 在夏天和秋天的時候 如果地面上有積雨 過一兩天都能夠有蟲 那麼這個蟲如果用你水一分散一灑開 那水中的蟲都會乾死 所以這裡在附身它有很多威脅的方法 比如說你家裡有陰溝 要常常疏通 你陰溝不疏通 堵塞在那裡 那個水堵塞在那裡 它就會生蟲 所以盡量使家裡不積水 也不要用溝裡面的泥水來灌溉花木 那新來的水要把它投在吃炭裡面 讓它乾 乾了就不會有蟲出來 再就是那個魚和肉的骨頭 以及有腥三味的東西 你把它散落在地面 它就會引來很多的螞蟻 引來很多螞蟻 或者被狗 又啃那個骨頭 就把螞蟻也傷害了 或者被人見它 你看人 為什麼要看竹下 常常有昆蟲 有螞蟻 有那些東西 你要讓它在道路一邊 如果你只是省點事 你跨越過去 當然也比你踩上去要好 但是你主動的 積極的 細心的附身 你還要把它放在道路一邊 比較安全的地方去 它只要在人群走過的地方 你不踩 其他人都會把它踩死 這些都是預先的杜絕殺生的機會 這都是培植我們的慈悲心 你救了這個哪怕是微小的生命 你都是集了一份陰德 那些昆蟲蟻救得多 就會改變你的命運 你本來短命的 由於你救了很多微小的生命 你都生命就延長了 身體健康了 這些生命有時候還會回報 報恩 但你如果殺害了這些 你故意殺害 馬上果報會在自己身上 這些 這方面例子就太多了 不是沒舉 所以也是愛護生命 就是愛護自己 殺害生命 最終也是殺害自己的 那麼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 下面來回答大家問題 請開始 有中門禪師說 生死皆由聂力所謙 淨土中所說代耶往生 虛使念佛之力 完全超過其他聂力 方可往生淨土 請開始 祖師大德多次富足 阿彌陀佛是阿切陀要 無病不治 映光祖師也說 唯有念佛消數頁 然而在下雖每日念佛不斷 然而病苦也有減輕 並無根本轉餘 視為如何 請開始 中門禪師 這不僅中門禪師說 通圖佛法都說 我們之所以輪回三界六道 都是由於自己的涅力所牽引的 這是真實不虛的一個生命的法則 所以我們要投身到天人 就得修五界十善 如果要出離生死 就得要斷見識貨 那麼無量級以來 我們的涅力很浩蕩 要了脫分斷生死 一定要斷見貨和失貨 如果說佛陀在世的時候 或者進堂之際 還有這些大修行人 可以做到斷見識貨的話 那麼到了現在這個時代 基本上 沒有一個人做得到這個水平 沒有一個人能做到斷見識貨 斷見識貨就是阿洛漢的水平 不受後有 長衣三界 也就意味著這個時代 靠自己的力量來修行 且使自己淹盡晴空 可以說不可能了 所以這個時代修道要解決分斷生死 唯有靠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加批 我們以信願稱名為能感 阿彌陀佛以四十八大願的力量為屬因 感應道交 臨終的時候 阿彌陀佛兌現願力來接引我們 令我們待耶往生 橫超三界 所以這裡往生完全是來自於 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 微神的接引 不來自於我們智力的這種修行 阿彌陀佛的願力遠遠超過我們的涅力 這就是好像我們的罪孽深重的凡夫 我們的涅障就像四十里的大石塊 然而我們放在了航空母艦上 它不會沉到水裡去 它會到達極樂的彼岸 所以淨頭中的特點是大願往生 阿彌陀佛名號確實是阿切陀藥 阿切陀藥就是萬病總治 以一個藥方治一切病 無論身體上的病 身體上的病 涅隱障病 煩惱病 這句名號 阿切陀藥都能治療 原理上確實是這個樣子 但你每天念佛不斷 雖然病苦也有減輕 但沒有根本好準 這是由於你念的還沒有相應 你跟這個佛號完全相應了 它的治病的功能就完全顯現出來 它靠什麼來治病 這裡是有道理的 我們中醫談到 人體內心有大藥 人的免疫機制 人自己內心就有那種治癒的 這種能力的 但是我們卻顯發不出來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喜歡去吃藥 靠藥的力量 其實我們自己就有這種力量 來治癒各種疾病 但這種力量要藉助於一種強緣來調動 這種強緣就是彌陀的名號 這個彌陀名號治病 它靠什麼 它有一束光 叫光明 光明能夠治病 黃帝內經曾經講 一個人生病是怎麼生的 是談到這個病它起 從念頭當中開始起來的 這個念頭 一念一念累積加大了力量 力量就足以影響你的身體 控制你的身體 產生五臟六腑的陰陽的失痕 導致疾病 那黃帝內經臨書偏談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說明齊皇也是個聖人 因為他說不出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念這個佛號實際上就從念頭下手 我們原來不念佛 我們每天也是在打妄想雜念 那妄想雜念都充滿著貪真吃的毒性 這個毒性一念一念加速加速 使我們的身心就有毒素 就影響我們的五臟六腑 影響生理 我們就有疾病了 我們的生病的人 臉色光澤就不好 灰暗了 或者黑黑漆漆的 這都是那種陰陽失痕在導致的 好 那念佛你一定要 為什麼要自誠心去念 而且要有自信 切願去念 你這一念 你念得很懇切 你能念的星光和所念的彌陀明號的那種類聚的光 就是十二光奴來光 能夠念得相應打成一片的話 就這個阿彌陀佛的光明和我們自信光明打成一片的時候 那你說你整個的念頭就成了一個光明的信海 那一切病菌 一切失痕的狀況就完全調整過來 從無序變為有序 從暗淡變為光明 那你就治好了疾病嗎 這種疾病乃至於絕症癌症都能治好 你看現在東陵寺為什麼十天百萬號閉關 為什麼那麼多人想去閉關 就在於確實有很多的疑難病症 透過這十天的閉關他念好了 但這念好了一定要有特定的時候萬元放下 一門心事去念 而且非常懇切地去念 慚愧心去念 感恩心去念 親近地去念 你跟那個佛號相應了 他才會轉化 如果你只是你的信心不足 聽說阿基陀要萬病 總是我試試看吧 然後你念佛又夹上很多的妄想 又沒有萬元放下 當然你治病的功能作用就會打折扣嘛 所以就是你的病 妄念是病 念佛是藥 由於我們是久病的病人 所以靠短時間的藥 還不夠那個份量 一定要 你要有一個比較長時間的 而且比較相應的念佛 才把你久病的尖兵給他融化 才會轉化 是這麼一個關係 就是你現在在量變當中 還有一點效果 但還沒有到達直變 所以你希望你一段時間能夠萬元放下 專門精進努力地去念一次精進佛期 或者十天 二十一天 乃至四十九天的閉關念佛 那你看看 你的病可能會大為好轉 迴向是否有多種 修智力迴向 藏佛力迴向 信願具足迴向 信願不具足迴向 未報福恩隨身迴向 怕功德不夠多勤修迴向 以上迴向方式該如何進行取捨 善導大師開示 若於舍專修雜業者 往生百時西德一二 千時西德五三 看事與偶一大師 得身與否 全由信願之有無相抵觸 這裡舍專修雜業者 是指一切修行他法之迴向人嗎 而迴向的種類是有很多 但就淨土法門來看 他的迴向 迴向發願 一定要包含著一個核心的內容 就是把你修的世間的善法 出世間的敬業 尤其是持民念佛的功德 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一定要針對這個目標進行迴向 那你 這就是發願往生了 你發願往生是跟阿彌陀佛 接引一些眾生的大願就能夠相應 彌陀四十八大願都是要接引我們往生的 然後我們順應這個佛願發 我決定往生之願 那麼迴向按坦卵大師的分類 又分為這個往向迴向和環向迴向 一切功德往向就是前往西方極樂世界的迴向 這是最核心的 然後還有一個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我不忍眾生苦 還要來這個世間救度眾生 這是再回來 還回來 這叫還向迴向 所以迴向包含著這兩方面內容 就能成就大悲心 善道大師講的專修和雜修的情況 確實善道大師講專修的五種 你要讀誦經典 讀誦淨土五經 要禮拜就禮拜阿彌陀佛 要口稱就口稱彌陀名號 要供養就供養 阿彌陀佛這專修跟阿彌陀佛 極樂世界產生一種密切的關聯 這五種正修裡面 特別是專業彌陀名號 是正形 那四種都成為柱形 除此之外再修其他的就叫雜修了 是有這麼一個嚴格的劃分 但是這種說法跟偶儀大師說法的沒有兩樣 偶儀大師說你能不能往生就看你有沒有信願 你有深信切願 當然你就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名號 那你具足對西方淨土的深信切願 如果一旦你對其他的經典或者修法 都有興趣的話也沒有關係 你修中門教下參禪 修止觀 持哪個奏 修哪個參法 這些 你修行這些 只要把修中門教下通圖的 這些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也屬於正修的範圍 因為你目標是一致的 那雜修主要是目標不一致 比如說我們修淨土法門要指向今生要往生的 這是至高無上的 沒有討論餘地的一個目標 如果他修行其他的大乘法門 他要追求開悟 他要追求我要在這個世間深深世世度眾生 我要追求今生或者來生成佛 在這個世間成佛 那你的目標跟淨土法門就相左啊 不一致哦 這屬於雜修 這種雜修的情況 那就是百中西得一二千十西得五三了 只要你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也都是一念信心 信心歡喜乃至一念既得往生 坐不退轉無上菩提的 所以淨土法門它是平等的 這個普門的一個法門 不是搞得那麼狹小的 能言經開示 淨心不楚 成不可出 亦為五界虛嚴守 方有出輪迴之望 然而彌陀大願 並未言及於此 顯示無比寬厚慈悲 甚至至心時念即可往生 二者如何圓隆理解 請開始 確實我們要了解 能言經所展開的是通途的佛法 靠自己的智力修行 斷貨正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你要離開三界的輪迴 一定是淫欲的行為不能有 連淫欲的心都不能要 你才清靜 你才能夠長逸生死 就是斷劍施貨 你看出國的聖人 雖然斷了劍貨 他的淫欲的心還沒有斷掉 還要七次往返天上人間 他為什麼要七次往返 就是還有淫欲的心嗎 還要到欲界裡面來七次嘛 七次往返 你就正到二果虛托還 你還要來一次 你到了三果阿拉罕的程度 才能夠斷淫欲的心 升到五不環天 才不到欲界裡面來 所以這個淫欲要把它除掉 很不容易的哦 你就是正果阿羅漢 雖然他沒有淫欲的行為 甚至淫欲沒有 但還有他的餘息啊 习氣還有 比如有個阿羅漢講經說法 淫欲的心重的人 他首先先看 要看女眾 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他要多看兩眼 這都是他的習氣 所以走這條道路 剛才講是難行道 很難的 淫欲心 淫欲的行為 如果咬咬牙還能夠做得到的話 那你這個淫欲的心沒有 做到心地清淨 那就太難了 你就是出國聖人 都做不到心清淨 你在這裡 所以你只是持五戒 你持五戒出不了輪迴 你得搞清楚啊 佛陀在世的時候 一個水平很高的 優婆善 優婆儀 持五戒 最高的也只能震到三國的聖位 你就是三國也沒有出輪迴啊 阿羅漢才出了分斷生死哦 你阿羅漢還要斷上二戒的失禍哦 由此我們才能夠認知到 阿彌陀佛對我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啊 阿彌陀佛的大願是知道我們靠自力修行 你很難斷 見或失禍的 才會施捨一個 你只要信願念我的名號 我就來解以你 雖然你一品煩惱沒有斷 我能讓你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這樣的大慈大悲 乃至五逆十惡的罪人 你臨命中是念十聲 都能夠蒙彌陀願離加持 橫抄到極樂世界去 乃至於你就破戒了 在通途法門 你絕對要下阿彌陀余 沒有一點喪良餘地 不同懺悔的罪孽 你這時候發起大慚悔心 哀求 呼救 阿彌陀佛都會來幫助 來拯救我們 所以這個阿彌陀佛的願力 是無限的廣大 大不可思議的威省力量 他因地發言就要度盡阿彌的 阿彌陀余的苦難的眾生 能夠下阿彌陀余的苦難眾生 是世界上最重的罪惡 他都敢去做的 人 那是死路一條的人 誰也救不了的人 那阿彌陀佛的大願就能起死回生 都能拯救他 只要你願意去 是這麼一個法門 由這樣的彌陀的身持大恩 一些罪惡的眾生才得救了 這一點是跟通途的法門是不共的 一定要了解這個 不能以通途的佛法來衡量淨土的這個特點 所以在淨土中 你就是待業 你的淫欲的心沒有斷 甚至淫欲的行為沒有斷 你只要具足深信切願 肯切地念阿彌陀佛名號 你都能夠待業恒超 是這麼一個法門 請為年輕敬業行人推薦應該閱讀的書目 其中哪些需要研讀 具體一點好嗎 如果要深入金帳 請問哪個版本的大藏經更加精確 三藏十二部約讀 順序應該怎樣確定 約讀的淨土的這個書目 還主要是以淨土五經一論 以及淨土中祖師的著作為主 那麼五經一論我們要對它的原文要了解 要熟悉 所以你要讀誦啊 書寫啊 禮拜啊 這些方式先熟悉 然後對這個五經一論的重要的著書 你的要去研究 比如阿彌陀經有三個著書 你的要深入 偶遺大師的彌陀要解 蓮詩大師的彌陀書超 幽西大師的圓中超 你把這三個著解搞熟悉了 等於你對阿彌陀經有一個比較系統深入的了解 對無量壽經你的要了解 以康生凱的本質為主 同時對五種圓一本 也都要熟悉 然後研讀一下這個 隨朝慧遠大師的無量壽經一書 這個本質 要對往生論你的要了解 就得了解一下 永明言壽大師 廉詩大師 偶遺大師 潔流大師 醒安大師 尤其是我們 第十三代祖師 了解這些都要用十年八年的時間 所以你現在不要貪的太多 先在進度中這個範圍當中 你不斷地花上十年八年的時間 來給他融會貫通 然後再了解一下其他中文教下通途的法門 不要一下子什麼都看 什麼都看就像猴子抓豹 然後報名啊 很想抓一大堆 可能最後一個都抓不住一樣 所以還是不僅你修進度法門 不僅在刑上一門生路 在解上都必須一門生路 否則你首先看到通途的經論太多的話 反而會妨礙對進度法門的信願的確立 因為他跟通途教理有他不共的地方 你先路之間就把通途的教理的衡量 來評價進度法門 常常是差之毫離 失之千里 所以一定要對進度法門 不可思議的這種本質要領 要產生深切的信願之後 確然不拔 不受其他中派的影響動搖的時候 你才可以看點其他通途法門的經論 那麼大藏經實際上這個時代 能夠發現約大藏經也是了不起了 但不一定人人都要這樣去做 如果如果你進度法門 你約多大藏經 你約大藏經目的是什麼呢 難道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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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阿彌陀佛名號就具足作戒定慧三無漏學 菩薩的六度萬恨 六至大清亡 所以我想我們不要貪多嚼不爛 但萬一你有姻緣去讀《大藏經》 建議你 偶遇大師做過一個約帳之君 按照偶遇大師約帳的現縮 先看什麼 後看什麼 可能偶遇大師有兩次約帳的經歷 有三次約六帳的經歷 他有些好的經驗 讓我們避免走些彎路 我們學淨土念佛法門 每個星期學一次佛法知識 算不算雜羞 念佛能消罪孽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能念八萬四千罪 有人說念百智民咒更好 百智民咒是專門消罪孽的 我們究竟該怎樣念才不算雜羞 關於執著這個詞 我覺得用語文知識來解釋 應該是認真的意思 在佛教里是貶義詞 應該怎樣理解 也就是說什麼叫執著 修念佛法門的學點 佛法的知識 這是應該去學的 比如佛法知識要告訴我們 小乘法三法印 深文法 元絕法 菩薩法 五十八教 教這些去了解一下 沒有什麼壞處 也需要去了解 你這些佛法一點記住知識都沒有 你看進度中的這些經論 那也是兩眼一摸黑看不懂的 這動不動不要叫雜羞 就是我們作為佛弟子 應該要了解佛法的基本的知識 然後在有一個全局的基本把握之後 再選擇一個法門 一門深入 這是應該走的一個道路 那麼確實念一句 南無阿彌陀佛名號 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 這裡這個念佛不是泛泛的去念 一定要具足身性切怨 至誠肯切的去念 這個念 念得跟阿彌陀佛願的相應 你才能具備消這麼多罪孽的功能 如果你一點信心都沒有 有口無心的 有氣無力的念 哪能消什麼罪孽啊 那也是消不掉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修行淨土法門人 首先要解決信願問題 這句名號要用信願來莊嚴 信願感通佛力才有巨大的 捏障的這樣的一個功能作用 而且確實一切三昧中 念佛三昧是消捏障的最好的方法 這是龍塑菩薩在大支度量裡面 都加以了辨識 所以你對這個名號產生了信心之後 你就想當下這個肯切的念佛就在消捏障 就不需要借助其他的 一定要學習大師之菩薩的一個方法 一定要學習大師之菩薩的一個方法 在一個焦點上去開花 這就是阿基米德的一個槓桿點 這個槓桿點就能撬動地球 就能撬動法界 就能把我們奴來杖這個寶庫 這句名號就像一把金鑰匙 把我們奴來杖的寶庫全都打開 所以千萬不要搞得太砸了 有人聽說咒能消捏障 甚至還有一個說法 等我念某某咒消完捏障之後再來念佛 那你如果這樣的話 你一輩子你也不能念佛了 由於可以斷定你念任何咒 也不可能把你無數節以來 無量無邊的念力全都消掉了 所以對一個敬業行人來說 他主要你有信心 捏障有不有 有多少都不再考慮之列 因為他是大約往生的法門 知道吧 所以不要老是考慮捏障的多少問題 是要考慮你有不有信心的問題 往生的障礙不在意捏障的大小 往生的障礙就是懷疑 懷疑你才往生不掉 你有信心 再大的捏障你都能往生 你沒有信心 再小的捏障你也往生不掉 是這麼一個道理 執著這個詞它主要是對於我們涅地凡夫 對世間的一些法 萬法 無論是色法 心法 凡夫法 聖賢法 善法 惡法 這些它不瞭解真相 它認為這些法是真實的 既然認為是真實的 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 它就會引發它的執著 它的貪戀 它的那種得食的那種強烈的情緒反應 所以佛針對我們這些執著的眾生 就講了22年的般若系經典 般若的經典就告訴我們主法的空性 一切法都是緣起的 一切法如夢如幻 如癮如拋 是不可得的 必進空無所得的 我們瞭解主法的實相 我們心量就打開了 就不會貪戀 不會執著了 當我們不注一切法的時候 我們就注在般若上 所以般若系經典都告訴我們無助 無助就是不執著 你注在一個法就是你的執著 你注在這個法當中的執著 如果我們的心量就狹小了 這就是我執法執的一種集中的表現 所以般若系經典知道主法的空性 首先人我空 然後法我空 人法二空都空了 我們就切獨到般若的那種自信 那種父母未生前的本能面目 那種法身向上的那種本地風光 就那種本地風光 跟十方三歲一些如來的體性平等無二的 這時候我們就遠離了執著 但是我們又有悲心 還要修一些善法 是這麼一個道理 但這個執著確實有認真的含義在裡面 我們烈力凡夫 由於還有我之法之 我們離不開執著 現在就換一種東西 轉換一種執著的對勁 我們不學佛 執著的是五一六成 是功名利路 是隱私男女 現在我們的轉一種執著 就像儒家講的 擇善而固執之 執著那個善去固執 去執著 我們就執著這個名號 那個名號慢慢地唸一唸 這個名號是十項 而唸得 我們越來越不執著了 然後何念就落到阿彌陀佛無量光獸裡面去了 那就切入到無助 無助生心 生起慈悲心 願力的心 所以透過執著 正如那個主法的空性 就是真空 然後又產生淨土的妙遊 這才是大乘佛法的中道 中道 所以在佛法當中 你貪戀執著是貶義詞 但是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你執著善去執著 也是一個好的一個事情 這是修道過程當中的一個過程 我們執著這個名號 執著西方極樂世界 就到西方極樂世界之後 震得無神乏人 就一切不執著了 我們的心量就打開了 這就是從往生 切入到無生 從有念 進入到無念 這樣的一個事項上的執著 到理上的不執著 它是一個過程 所以大家還是好好執著名號為好 哈 南無阿諸佛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